问大家这个问题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当你在你的县市听到有县市政府说 我们要来盖什么重大的交通建设工具的时候 你认为通常是在什么时机点 应该都是在选举前吧 这是不是一种政治买票呢 不知道 但是感觉在台湾好像蛮长发生在选举前 就会告诉你说 我要盖什么我要盖什么我要盖什么 好现在呢就这个东西 基隆捷运 是在蔡总统四年前他所喊出来的 他告诉大家 其实基隆到台北靠轻轨就可以了 当初抛下 你只要在四年内我们就会盖好 到时候就会从基隆用轻轨接到南港 这时候双北到基隆的交通路线 就会变得非常的顺畅 而且重点是很便宜 只要82亿元就盖得了了 而且时间短费用又很便宜 相较于你要盖一些什么高铁 盖一些捷运动辄百亿元比的话 他的CP值爆表 所以当时大家这么说 好好好盖盖盖 盖轻轨 结果呢盖到现在那一段路还是空的 没有东西出现 好现在明年选举又要到了 现在抛出什么 我们来升级好了 再升级升级什么 我们从轻轨呢 直接把你变成基隆捷运 你知道这一变要花多少钱吗 从原本的82亿元要变到425亿元 暴增很多 而且钱变多就算了 问题是你现在地点还搞不定 我们来看看各个专家怎么想好了 好那么对于这个新北来讲 其实新北市政府是会蛮赞成的 赞成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它又接到细止嘛 那么细止到基隆七堵八堵这一段 其实常常在塞车 所以对于新北市来讲 它当然是蛮愿意的一件事情 但对于台北来讲 台北市到基隆其实没什么差别 所以我们先回到上一章 柯文哲讲了什么 骗局骗局骗局 升级版的骗局就是骗骗骗 不管是什么在升级版 它就是一个骗局 讲了很大声 而且还讲了五次 好来看看林用叉怎么讲 林用叉听到柯文哲讲了这句话之后 他说拜托 你不要见不得细止基隆好 好吗 不要因为台北市现在什么都很便利 就看不起我们 我们还是很好的 OK 好那么你觉得基隆 真的需要盖这条捷运 以及他必须要脱钩台铁的路线吗 来看老师 消息会交通召集人 李克聪怎么讲的 他说你到底要什么 你要先搞清楚 基隆到台北 你是要改善 比方说交通的流量吗 还是什么问题呢 先搞清楚方向再讲 搞清楚之后呢 其实只要先把台铁 这条整个路线 优化就好了 你不需要再花钱去盖机器 不用 因为到时候呢 你多出来的一些台铁的 比方说空档啦 或是一些路段呢 你只要增加一些你的班次 然后误顶时间变少了 其实就可以很大幅的改善 台北到基隆之间的时间了 所以不需要再盖机器 这是李克聪的说法 那么对于七堵的里长来讲呢 要不要盖机器 想就知道啦 这个是选举又要到了啦 一直听嘛 就是喊口号嘛 要不要喊到现在怎么都 还没有盖好呢 当然也有的里长 就觉得很好啊 可以到我们地方来支持啊 但重点是 请说好了之后 请你一定要盖好吗 或者是你先盖得到 我们看得到的东西嘛 比方说国道的七堵扎道口 可不可以先盖 或是优化其他的路线 就不要让我们塞车嘛 好那我们就看到下一张了 现在呢你知道啦 六年当中啊 这几节呢 居然是有五度的地点 都不断的在变化当中 原本是说嘛 你可不可以沿着台铁的路线 直接盖就好 但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方法 反正呢就是呢 我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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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变 现在确定的是 下个礼拜要公布的是 要盖到七堵 那问题是 好啦基隆还在这边呢 基隆到七堵之间还有一段距离 那请问基隆到八堵这一段 你什么时候要盖啊 很多基隆市民听到之后说 还有这种的 捷运盖到一半而已 不是一次把它盖完了 那与其这样子 你不如不要盖好了 基隆轻轨升级捷运 预算也加码 从八十亿暴增到四百二十亿 但路线变更之后 原本从台北开到基隆的轻轨 反而只剩半套 最关键的八堵到基隆 却没定案 台北市长柯文哲能效 翻出蔡总统承诺 要民进党先为跳票说道歉 甚至学者都建议改善基隆交通 盖捷运不是唯一选择 不管是增建七堵杂道 或增开台铁客运班次 都列为最优先方案 台铁最近也买了新的列车 可以把台铁真正的捷运化 如果三十年都过去了 每到一个时间点 就又有新的系统 新的路线 但是到最后 可能也终究是一场空 还有这地理长 耿酸听到基杰 就知道选举又到了 中央地方执政这么多年了 为什么现在到选举前 才要来提出这个议题 那是不是又是一个 政策买票 为了要骗选票 选举又到了 政客派骗选票的一个伎俩而已 对不能把政治凌驾专业 六年改了五次路线 也难怪升级画大饼 被当成跳票 折修部就怕舒耀的积节 又是空头支票 孟一场 记得综合报道 公家单位花钱都是大手大脚的 好像完全不在乎 也不会痛 当然也不会痛 毕竟是我们纳税人的钱 对不对 跟他们好像没有关系 但是在花钱的过程当中 能不能动点脑筋 仔细一点 要不然真的是很浪费 来看这个案子 就是苗栗通宵镇 他们所获得的是台电的补助 1400万元的经费 透过设计公司的规划 在虎头山 种植了上万棵的相思树 但您知道吗 才两三个月而已 这边的树苗全部都枯死了 原因就在于 它种的太茂密了 挡住了阳光 让这边的民众觉得太可惜了吧 他说如果你把这1400万元 通通平分给当地民众的话 那不知道该有多好 苗栗通小虎头山 整座山头雨雨冲冲 空拍镜头 每个角度草木旺盛 虽然海拔不到100公尺 但360度观景平台 能远眺海景 怎么拍怎么美 尤其这里还有个通宵神社 有游客专程穿着和服 拍下南望美照 仿佛一秒到日本 但令人尴尬的是 一旁林木出现凋零枯枝 死掉的啊 原来当地政公所 获得台电补助的1400万经费 不是每人均分 或是吃吃喝喝 而是种树减碳美化植栽 但上万棵树苗 才种两三个月 竟然哭的哭死的死 栽种像是树 然后又是在这个树底下 也没有给这个像是树有足够生长的空间 茂盛的地方啊 它没有办法再生长了 它种的地方不对 不对啦 当初规划选错地点 胡头山树木茂盛 小小树苗根本无法吸收阳光养分 难怪哭死 当地民众说不如把钱分一分 领现金一个人430来得实在 不如拿来补助给我们啦 补贴给我们现金好了啦 因为现在生活都很苦嘛 种树还得有人负责交水照护 未来都是一笔费用 1400万的补助经费得好好思量 如何花在刀口上 而不是成为枯木 记者彭志明杨静武彭心 苗栗报导